- 阿爾克納的命運之輪 哈囉大家好,我是老宅 今天繼續講阿爾克納命運之輪 這次要來講的是阿爾克納的部分 阿爾克納是這個遊戲的核心 初期可能感覺不出來 但是到了第八章之後 阿爾克納的效果就越來越重要了 先來介紹阿爾克納的種類 阿爾克納可以分為大阿爾克納、小阿爾克納高階、小阿爾克納低階 通常大阿爾克納是隊伍的核心 效果也都比較重要或是增幅比較大的 像是通用卡、世界、增加全體攻速15% 前排坦克卡、高塔、增加前排英雄雙防50% 那小阿爾克納高階跟小阿爾克納低階 也有很多好用的卡 像是黑桃K、生命減少時機率獲得水晶或魔方 黑桃3、增加劍士雙防40% 愛心9、戰鬥結束機率獲得槍速式 還有很多小阿爾克納都非常的實用 新手不用糾結一定要大阿爾克納 遊戲最多搭配5張阿爾克納 第4格會在6-10解鎖 第5格會在8-12解鎖 進入關卡之前先在主畫面左下方設置 前期可以隨意搭配 但到了第8張之後 就需要根據關卡去配置阿爾克納 這樣可以讓關卡變得更好通關 因為阿爾克納的種類太多了 影片就介紹通用型的阿爾克納 其他職業限定屬性限定的 我會整理放在巴哈姆特的文章中 連結放在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需要的可以自己點過去查看 魚者全體暴擊率加12% 影視受到怪物傷害減20% 死神對怪物傷害加20% 高塔前排英雄雙防加50% 星星後排英雄雙攻加25% 世界全體攻擊速度加15% 黑桃K生命減少時80%機率獲得400水晶或3魔方 黑桃5水晶商店英雄售價減12% 方塊5戰鬥一開始額外獲得170水晶 梅花5每回合35%機率免費刷新商店一次 梅花7完成考驗80%機率獲得150水晶 其實阿爾克納系統很簡單 你就把它想像成額外的BUFF效果 會在特定條件下觸發 遊戲後期的玩法 需要思考自己有什麼阿爾克納 再去搭配對應的英雄 像是我目前在推第8章 用的就是這套阿爾克納 戰鬥結束機率給劍士、戰士、祭司 再搭配一張增加劍士雙防的 我的隊伍主要都是用狂亂者配合主教 狂亂者本身攻擊速度高、傷害高 又能機率吸血、配合主教補血跟攻速光環 以上就是這次要分享的內容 如果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讚跟分享影片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才不會出貨新影片通知 有什麼建議或是想看的內容 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就下次見喔 掰掰